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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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周边翠绿的福利沙洲 就是缅甸特有的水上农场 也是当地食书果菜的重要来源 船行渐缓 来到隐身水上福岛之间的猫跳寺 这座英来湖水上寺庙又名猫跳寺 除了是当地最古老的寺庙之外 也是一座幼墓建造的百年建筑 而举世文明的缅甸幼墓所造建物 即使经历数百年 依旧稳固坚实 在岁月的磨练下 月收粗色而见其光滑 好比修行 磨练能收其文理 张启涵养 显其法治法横 好比修行 是在岁月的途公里 刘洋 在高斜和温将其就被创停 在那里 暗身卫生 均匀 沿着水道一路延伸 福岛也随波上下摇摆 高低浮动 犹如水、天、土、地之间 除了刻板印象之外 也有相互含荣的另类服貌 进化妥协和水道 白浮动 温柔的水道 滚下温柔的温柔 在喜好的海浩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仿佛时光倒流的场景 在缅甸处处可见 从抽丝 制线 纺纱 到织布 缅甸人仍持续承袭传统手工 织作与古老文化的原貌 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 快速复制的繁荣与传统之作之间 究竟让现代人们看见了什么?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首先要感恩很多菩萨不断地在互使中华印经协会 目前印经协会又成立一个慈悲出版社 目的要把这些书又能制造得更好 免费地去推广 但是透过书局没有利润的方法 怎么样地去推广更多的正性的佛教的书 让社会人士能够了解 所以在这边还要呼吁各位要成为 中华印经协会的每月护持委员 乃至加入这个护持委员的团体 大家来开会 来分工 来推广佛教的经典 如何到社会各间层都让他们能够得到佛陀的教法 以慈悲的方法去推动 所以加入印经协会 加入护持委员 欢迎投稿 护持政客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色博蓝水波如影 更显宁静之远 一水之壳 风景各别 围离竹起的水域内 是周子博岸的水湾 也是旅人休憩的宇宙 可能是对天的城市 分鹿 然后快再继续 平板 若部 和鎔市 银乱 智路 舊 V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傍晚时分 众人一一回尘 在慈悲的海淘法师带领下 大众进行慈悲虚实仪轨 同时将今天一切殊胜 回向一切地义友情